第二題如附圖為牛隊運動定律實驗的結果 若M1 M2 M3為三個物體的質量 利用此圖可判斷三個物體的質量大小關係為何 我們圖形比大小直畫一刀或橫畫一刀 我們直畫一刀表示作用力一樣 然後我們看到M1的加速度最大 M2其次M3會最小 根據公式F等於MA 當我們的力量是一樣的時候 質量如果越大加速度就會越小 所以我們知道M3的質量最大M1最小 所以第二題問我們說可判斷三個物體的質量大小關係為 我們答案選的是B M1 M2 M3